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1月21日 已經是星期二 最近美國有一隻公司上市 一隻新股 叫做DayDayCode 其實就是一間香港公司 這間公司 實際上 根本就沒有盈利 年年虧錢 以創辦人持股量已經減到零 他最惹火的就是當時 是林鄭月娥人生榜樣 是伍淑青 為她的偶像 結果就令到香港人 十分之沒有面 好像說 我以群惠為榮 我以希特拉為榜樣 類似這些 實際上 曹操也有資深有 關公也有對頭人 但是曹操也不是很負面 起碼都是一代梟雄 但是很多時候 這個世界我想沒有人 會拿那些 秦繪 趙高 韓陀奏 這些人用來做 偶像 很少可 那麼負面的人也用來做偶像 我想真的是 中國人才會 其他外國人也很少可 是不是 好了 我們看到 他搞了一家公司 被人家 笑稱割美國韭菜 為什麼呢 上星期五 這隻叫D.D.C 美國的編號D.D.C 在美國納斯特克 掛牌 最終大跌27% 本來在八個 半美金開始之後一直被扔下來 最多跌到33% 是5.6 之後跌幅稍微收窄 收市 仍然跌了27% 市值得1億2000萬美金 6.21美元收市 這隻股份實際上 也是找人來賓賊的 最近很多這些垃圾股 周圍圈錢 根本不是一門生意 照顧文件顯示 創辦人叫朱家盈 持股量已經是零 丈夫 應該 叫做Samuel 旗下的 公司就有7.9% 而鄭志剛旗下的K11 就有12.8% 當然 阿里巴巴 這些都是 初創投資者 恆地 主席李家傑也是 聯席主席 他的私人投資也是初創投資者 這件事 其實我們 本來不是想說他的 不過因為 新世界的 鄭家 鄭志剛 也有入股 這個可能是他的代表作 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股份一上市就倒閉 根本就不是生意來的 是不是 投資者 類似這些初創企業也好 很多天使基金也好 他們會投資很多不同類型的 甚至乎他們不會去投資 甚麼都投資 原因是甚麼 原因是他們估不到哪些會爆 但是這樣的情況 是在以前 現在基本上也很難 這些垃圾股 現在也有人去投資 正如最近SoftBank也很麻煩 他投資了一個 共享辦公室的企業 誰知道 斥資了過百億美金 這家公司很麻煩 現在輸了很多很多錢 輸了幾百億美金 全世界租了很多office 把他包裝 然後劏勢租出去 實際上就是寫字樓劏房版的 全世界企業 結果遇到武漢肺炎 沒得做生意 沒得做生意 全部都倒閉了 寫字樓也沒有人租了 實際上概念是不錯的 不過不幸運遇到武漢肺炎 但是很多東西 不是不幸運 是根本就是一盤垃圾 不是生意 完全計不到數 到了現在 其實美團也沒有錢賺的 美團也計不到數 是不是 但是為甚麼股價可以這樣炒呢 就是傻瓜 讓毛出在狗身上 豬埋單 誰埋單 誰是豬 這節其實不是說的DD曲 也不是搞人家做生意 而是講述 其實 敗家想討論的話題 有沒有得遺傳呢 為甚麼這麼說呢 最近新世界 或者叫做周大福系的話事人 純冠 好狠又露面 接受傳媒訪問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純冠的心得 這個純冠最近 近幾年深居選出 很少露面的 他的 周大福企業旗下電視台 要開TV 罕有感接受訪問 大談接班人 自己有 周大福旗下的 自己有 自己做吧 接班人問題 他表示 接班人要過四關 需要 具備 做生意的興趣 有熱情有才能 更加要有良好的品德 他直言 目前仍然在觀察之中 但我覺得 不容易可以密識到 目前打算由家族成員 各自負責個別範疇的生意 但是 如果沒有合適的家族成員 甚至可以向外招聘 而其虛流 由股東會決定 其實 已經暗藏殺機 為甚麼 因為很明顯他覺得現在部分的接班人 有問題 出了事 純冠在訪問之中指出 對簡選接班人有多項準則 首先要了解他們對做生意是不是感興趣 如果對做生意不感興趣 不管他再多厲害 也沒有辦法把生意做好 這是真的 即使感興趣 也要質詢他對家族生意是不是有一份熱誠 有那一夥心 如果能成為接班人 一定要做到大工無私 一定要有一份對家族生意的熱誠 最終才可以做得好 至於再進一步 純冠就說 要關注他的財能 首先條件 必須要有領導財能 其次 必須要獲得員工 以及同事的信服 然後 有了這些財 認為德方面也很重要 有財才 還要有德 德行的意思 是一定要有火善良的心 他說 沒有私心 以及具有良好的品德 才可以照顧 家族其他成員的利益 而不是為自己謀取 個人的利益 所以 需要財得兼備 坦然因為太多虧限 找接班人絕對不是容易的事 這個絕對是 其實幾有才能的人 可能他也會為了自己的利益 大家知道 一個家族裏面 不是單是傳承 阿爺有九個兒子 九個兒子 每人有十八個孫 加上幾百人 爭到頭奔額裂 大家有沒有聽過八王之亂 這些全部都是 自己人來的 全部都是家族的股東來的 結果你殺我 我殺你 叔公也殺了自己的孫子 自己就要做皇帝 把自己的侄孫捧著太上皇 這些是歷史發生的事 但是 在香港 在全世界 很多家族企業裏面 都經常發生 增產 爆家族內兇 是經常發生的事 為什麼 因為每一房人 他都希望他的利益是最大的 甚至乎大家親兄弟 他都想吃弟弟哥的份 如果不是 不會有元武門之變 是兄徒弟 所以 其實 中國人的生意 實際上 我覺得 如果找回自己人做 一定會出現這種問題 純冠其實也是一位 國內人 因為 上世紀 香港有幾個家族 出了很多 二世祖 甚至乎 人家說得難聽 也就是敗家仔 純冠 據說當時的排名 是No.1 然後就是Peter哥 林建岳 當然啦 現在人家好很多 不是那回事 但是 有一個真是敗家 就是惠陽控股爭氏家族 整個家族散了 整副身家輸了 幾百億的資產都沒有了 曾盟林死了之後 他幾個兒子 搞到 又 抗得很大 撐得很大 結果整個控股就沒有了 其實很多家族都引以為鑑 香港 每一代有錢人 到現在 大家還記得河東家族嗎 還有一點點樓沒賣 還有一點點地沒賣 還有沒有他的影子呢 基本上都沒有了 然後下面的成員 除了第一代的有錢人 到現在還會傳承的 只剩下李希臣家族 因為在銅鑼灣買了大量的地 複雜後人 但是其他的家族 好像不多國 反而夏里里拉家族 加道里家族在香港過八年 這些在香港有過八年的家族 這些還可以有傳承 我覺得 好像洋人 特別厲害 實際上不是 如果 一個家族可以找到一個CEO 來接管 整個家族 然後根據他們的持股 去派利益給他們 其實我覺得 對這些家族一定是好事 因為 就算剛才順冠所說的那麼多條件 符合也沒有用 人是有私心 是不是 你要找一個沒有私心的人 就是品德 其實是找不到的 很聰明的人 都會想自己的利益 不會無私奉獻給你的 你坐在那裡拗勵 我做了一張生意 為爺爺賺了幾千億 我分給你 省一點 是不是這麼說 誰都是 任何人 尤其是越有錢的人越是這麼想 是不是 所以李嘉誠也要分身家 也要幫他兒子 搞當事出來 讓他 身家 厚一點 不要跟他的大哥爭 兩個都會爭 何況你們幾百人 幾十人 是不是 所以 他說的 根本 就沒有可能 自己人去做 而且那麼大一個企業 找一個CEO 因為CEO是打工的 也不可以跟其他的股東太密切 因為 跟任何一方人站得太密切 他又會受賄賂 又會 接受那些 得到利益 然後就傾斜去的政策 所以 其實也很難 民主選舉 為甚麼要定期換人呢 就是一個人 長期在崗位內 就會生根 然後就會有很多利益出現 其實也是一樣的 家族公司 和一個政府 都一模一樣的 你那裏那麼大副身家 你的好處留給我 會不會跟CEO勾結呢 一樣會 所以 有錢也有錢也有煩惱 當然最好有這些煩惱 好過要煩明天開飯 去哪裡開 所以 我聽到他這樣說 他也很煩 因為現在他面對的 他可能 找到他的全人 敗家方面 所以也很嚴重 所以才要找CEO 找外人來管理 因為自己 搞不定 是不是 實際上 好像他們那麼有錢 最好就把家族基金都放在外人來玩 定期分錢 你看看許細芬家族多好啊 他們永遠不會出事的 他們的身家 一百世都吃不完 靠收租 不要亂來就可以了 反而 出一個 秦旺漢武嗎 你以為那麼容易有唐中送祖秦旺漢武 是不是 很難的 出一個秦二世就容易了 這節時間 我們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6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多點幫我們欣賞廣告 大家先進來 記得按LIKE吧 多點留言 多點互動 多點分享 拜拜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不是很貴的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 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讓我們去聊天 就好 你還沒想到